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进到 使徒行传十三章 邀请我们看进度是一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预备好自己 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 让我们也受到激励 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 我们向你现在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在今天 因为有小小的分短 特别安提阿教会拆派工人 一到三节 然后再来从四到十二节 特别提到保罗第一次出外宣教 现在居比路岛上的工作 好 那我们今天就特别看一到三节的经文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宁杰的西面 鼓励奈仁路求 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 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进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很有意思 这边提到安提阿教会当中 有几个先知和教师 先知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形容 就是根据圣灵启示他们才宣讲上帝的旨意的人 好那当然这边有把先知跟教师放在一起 好 没有特别著名 因为有提到几个人名嘛 没有说谁是先知谁是教师 所以这两种称呼也可以用在同一个人身上 好或许 教会的侍奉 好像可以真的成为团队的侍奉 有不同领受属灵恩赐的人一起来服侍 好教师跟先知恩赐不同 但是一起来侍奉 好 然后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很好玩 如果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 好敬前的犹太人他会定期的进食 一直会两次 那这边讲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侍奉是从希伯来文当中 祭司在圣殿当中供旨来出来 或者侍奉翻成希腊文的 好 可能有比较是事物性一些服饰 那但是进食是指在一段期间内 就是不吃食物 目的是什么 刻苦己心 好专心请求上帝的慈意仰望神 亲自食恩怜悯 那一般其实禁食是跟祷告连在一起 禁食祷告 但是这边是讲 侍奉主的 侍奉主禁食的时候 好 所以很有意思是 他们仿佛也用禁食来侍奉主 好 然后在这里圣灵说 圣灵的话或许是透过他们 中间集中一口传讲出来 但是他们得知 神要派巴拿巴草罗去做神要呼召他们所做的工作 去招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意思是不是他们去做自己想做的工 好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主的工 而是照圣灵呼召他们的意思去做主要他们做的工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愿意服事 但是我想做的是我想要做还是上帝要我做的 不一样我们需要再回到神面前好好来想想看 然后于是禁食祷告 好 他们之所以会禁食祷告就是 很慎重的接受圣灵的拆派 好为了前面服事的道路一起重新来祷告 好 暗守在他们头上 暗守好像也表示就是联合 好 然后虽然有人被拆派出去 但是在这边的他们是一起在服事神 好他们有同样的意象要一起服事 然后就打发他们 打发就是送他们去 好 所以意思是 巴拿巴跟扫罗是其他三位先知和教师所拆派出去的 好没有分高低 但是有人领受了呼召就去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做神 要他们做的工 所以我们愿意成为那个被神拆派的人吗 我们愿意成为那一起同心禁食祷告寻求神之一的人吗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就感谢你赏赐恩典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先领受你丰盛的恩典 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在神国事工的里面 主但是求你圣灵也亲自挑望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先学习同心祷告在你面前 甚至于尽时祷告我们一起来侍奉 主愿你让我们有更宽广国度的眼界 看见主你要我们去做的工是什么 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大发热心做自己想做的工 我们向你先祂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